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有一個空心導體球 內半徑是A,外半徑是2A 在球心處,有一個點電盒的正Q 庫輪長處是K 那麼他說,距球心1 二分之A,二 這個A,三 是二分之三A 三A,四 是2A 85的話 這個三A 這些地方,他的這個電位為何 好,那我們用這個重點原理 我現在的話,你這裡換一個正Q的話 他為了這裡,為了讓這裡的電場等於0 所以呢 內 這個 就是 就是內面 就是球殼的內面 會有那個負Q 而且是均勻分布的 整個球體的話,因為電中性 所以那個球殼 那個外面 這個外界面 是等於正Q 而且是均勻分布的 好,現在呢 在二分之A的話 就在裡面 裡面的電位是多少 裡面的電位的話 就是正Q在這裡接連電位 就是這個V 在那個二分之A的地方 正Q在這裡接連電位 等於那個 A分之KQ 這個 加多少呢 加這一個 在這裡接連電位 那因為 因為負Q 對於內面而言的話 他接連電位是等電位 是多少 是等於那個 A分之KQ 負的 A分之 負KQ 那再加多少呢 再加正Q 在裡面建立的電位 正Q在這裡面建立的電位 也是 也是等電位 就是說 一個正Q 均勻分布的 在裡面 如果他半徑是 A的話 他在裡面建立的電位 都是常數 是等電位嘛 意味著吧 因為這個面 在裡面沒有電場 在裡面建立電場等於零嗎 所以裡面是等電位的 就是A分之KQ 好那一樣 這個半徑是2A 所以正Q 在裡面 在所有裡面建立的電位 都是那個 2A分之KQ 正的 所以把它加減多少 是2-1 2-1加2分之1 所以是2分之3 1 2分之2 2分之3 所以這是 2A分之3KQ 再來我們看看 在A那個地方 A那個地方建立的電位的話 正Q在這裡建立的電位 是等於那個 A分之4KQ 加多少 因為 負Q在裡面建立電位是常數 這是正的 正Q在這裡建立電位 A分之4KQ 這兩個可以消掉 再加多少 加這個也是常數 2A分之KQ 所以這個是等於 2A分之KQ 再我們看看 這個是 V 多少 V這個 2分之3 V2分之3 2分之3的話 就是這裡面 那因為這裡電場等於0 所以這是等電位的 就是說 裡面的電位跟這個界面的電位跟這個界面的電位是一樣的 是等電位的 所以跟它是一樣的 所以跟它是一樣的 2A分之KQ 然後呢 V2A V2A也是一樣的 裡面都是等電位的 也是呢 2A分之KQ 好 還有沒有 還有那個3A 3A的位置在外面 這V3A 那V3A的話 等於什麼呢 等於那個 你把所有的電盒 集中在球星 在這裡建電的電位 所以是 3A分之KQ 或者是你也可以一個一個算 就正Q 在3A那個地方建電的電位是3A R分之KQ 加多少呢 加這一個 集中在球星在這裡建電的電位 也是3A分之KQ 加多少 加上面這個 在3A那裡建電的電位 是3A 分之KQ 然後這兩個可以消掉 所以台灣就是3A 分之KQ 那因為呢 3A的地方 是在整個球體的外面 所以你可以把它看 是整個球體 在這裡建電電位 整個球體的 總電盒 正Q Q-Q 加Q 這1Q 所以3A 或是KQ 所以這個答案是對的 所以第五個 這3A那個地方 3A或是KQ 是3A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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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3A的地方